期相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晚安 今天各地都有阳光露脸 周末的天气怎么样呢 看到卫星云图 大环境吹温暖的偏东南风到偏西南风 台湾上方云其实不太多 而这边看到的是中高层的水气 其实对平地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今天各地都有看到阳光 明天的天气也会很类似 而且整个周末一直到下周一 回暖的会更明显 看到温度趋势 今天清晨最低温在北部来到12度左右 白天太阳一出来就回温很快 而且看到接下来一直到下周一 连清晨都会越来越暖 白天的高温也会越来越高 明天开始都可以来到30度左右了 特别在中南部靠近山区的地方 可能会有34到35度 晴朗好天气要开始注意紫外线了 明天在嘉义可能会来到过量级 其他各地也几乎都是高量级 到了后天紫外线会更强 出门都要开始做好防晒了 否则曝晒在阳光下20分钟左右 就很容易对人体造成伤害 整理周末天气在北部两天都会有阳光 要注意连北部的日夜温差都超过了10度 中部的话周末两天18到33度 早晚出门还是多戴件外套比较好 南部20到33度 今天在南部山区高温已经超过32度 周末可能会更高 要特别注意防晒 还有只有在阴风面的东部 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出门可以戴把伞或是帽子 好天气会维持到下周二 就会有一道微弱的封面尾端扫过台湾 带来影响不算大 主要就在阴风面的北部还有东半部 会下一点局部的短暂阵雨 温度也会稍微往下滑 下周二下周三在北部还有东部低温 会来到16到17度 不过很快的下周四就会开始回温 是我包罗妹抓气象重点 下周二清晨以前在金门马祖 都容易会有浓雾 而且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 连西半部地区在清晨也会有低云 都会影响能见度 有搭机计划要多多注意及时资讯 天气晴朗紫外线也变强了 明天各地的紫外线预估有高量级 到过量级都要做好防晒 在空气品质方面 北部空品区还有马祖 预估会来到橘色提醒 容易让过敏族不太舒服 还要注意的有日夜温差 各地几乎都有10度以上 早出晚归最好多待见我外套 接下来提供给您 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